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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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江市老的辣》 這個盤啊 在禮拜三大漲啊 很多人就跟你講說 啊 多好多多好 對不對 只有我跟你講說怎麼樣 大漲之後震盪難免啊 而且台股在每一次 攻關的時候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多豬大賣嘛 外資大買之後怎麼樣 攻上那個最重要的 我們的心理關卡嘛 然後呢 以後就是由 中小型股來做一個表現 很多觀眾朋友說老書啊 國標這麼難做 我們台灣 我覺得我們台灣現在股票的這些投資人 真的是很困難你知道嗎 以前來講啊 這個要看 歐洲股市 要看美國股市 找盤看日本韓國股市 然後九點半要看什麼 大陸股市 我們都是表現誰的那個 我們都是最差的啦 人家最差誰最差 我們就跟誰啦 但是其實從7203點 這樣過來之後啊 觀眾朋友你要留意喔 我們現在都是表現最好的喔 我們現在都是表現最好的喔 這就代表哪 這就代表自一金喔 把我們台灣這邊移動啦 為什麼 你給他看 現在哪一個國家表現比較好 我們就跟他去比 即使啊 我們來看一下啊 禮拜四大盤你看 我們也是怎麼樣 小跌而已 小跌是8點而已耶 這個在以前如果美國大跌個200點 我們沒有落到那300點 400點那個是沒辦法解決的耶 結果你看看喔 我們禮拜三是大漲 禮拜四是只有一個小跌 這就在我們講資金在我們家 我們股票市場強者很強 所以我要測標來在什麼 現在啊 來 觀眾朋友看這邊 能賺盡量賺啦 要漲到哪裡 不用預設任何立場 漲不動的 我會跟你講說 這拌不得了 我們在這裡去不去 在他還漲得動的過程裡面 觀眾朋友 能賺就盡量賺 在國標市場就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大盤 你給他看喔 我們把它縮小一點 這個大盤這一次啊 從1014點這樣一路下燒到7203點 漲上來 你給他看 沙下來 欸 禮拜三大漲 禮拜四啊 雖然它是跌 但是它整個K線來講是什麼 是說紅K喔 我要給各位看的一點啦 觀眾朋友就去那邊看 它融資以後啊 還在創新第一啊 觀眾朋友 你說外出 他去買國標 不會去用融資 不會去用融資嘛 融資就是這個什麼 就是比較散戶的指標 就是這些比較沒錢的人買的嘛 那你當你看到 就是說 這個大盤已經漲到這裡了 這個融資也還在創一個 近期的一個低點 這就代表了 這代表這個融資啊 很乾淨啦 代表這個大的籌碼相當乾淨啦 所以我跟你講說怎麼樣 要能賺盡量賺嘛 再加上你看看 台幣近期大幅度做一個貶值 台幣貶值來講 對外銷產業最有幫助嘛 外銷產業我就跟你講啊 很多人說做這一個做那個都可以啦 我跟大家講 就是說什麼 你就做IC設計嘛 你就去做IC設計了 因為什麼 第一個IC設計啊 它幾乎百分之百 就是有美金基價的 第二個IC設計 它本來毛利率就很高 如果因為台幣的匯域貶值的時候 它的毛利率會往上做一個大幅度的一個揚升 那IC設計要做什麼 我都跟你講說 你如果買好你就去做IC設計的股王啊 蓮花科啊 它跌我再用跟你講啊 也許很多人說 老師這 我資金沒那麼多沒那麼多 我拜介紹給你做嘛 但如果你是資金部位夠大的 你就做它就好了 為什麼做它啊 我也給大家講啊 完全沒有年紀給它看啊 來我們來看這個啊 它在今年啊 光光今年以後啊 購病四年花 陸續買下藏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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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說它把所有IC設計所有的東西它全部都給它包裝起來了啦 包括它之前買成星 都大公司耶 所以你給它看整個蓮花科啊 觀眾朋友你去看一下啊 我們來看這裡 它的股本來到157億 光股本喔 在以前IC設計裡面有一個叫做百億條款啦 就是說它的市值 它的股本乘以它的這個價錢如果超過100億喔 那股票就擠不起來了 現在不是 現在你要抵抗我們講的紅色供應鏈啦 你到底要怎麼樣 你的股本要夠大 所以你給它看啊 我們講啦 我們一路在這邊跟大家講 在這裡跟你講 電器三支 那禮拜四做一個小碟怎麼樣 沒有關係 它還會創新高 它還有機會會創新高 那我老師IC設計 你除了這個 除了你在講的蓮花科 這個股王 這個大家知道 有錢人就是去買這個嘛 這個叫做什麼 傻瓜投資術 大家也知道 那如果說老師我資金比較少 你要去買 你要買什麼股票 第一個 你要從題材面啦 去入門啦 就是說 現在來講 IC設計裡面 未來想像空間的是什麼 一定是物聯網嘛 第二個來講是什麼 可能會被詬病的嘛 因為它有那個價錢 有可能會被賣掉的嘛 第三個來講是什麼 它的營收要創新高的嘛 所以 禮拜二我跟大家講是什麼 來 這支 戴昊山169的雅信 第一個 我們現在看它的營收 營收創新高耶 你看 營收創新高耶 成長30% 在八月份大家表現之後 還沒有很好的時候 它這個營收就可以創新高 這非常難能可貴喔 第二個來講 它做的是物聯網的晶片 第三點我來你說過 它做的東西是什麼 它詬病美國 一下叫做奇榮電子 在美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通路商 所以你如果買一間公司 定義什麼 定義買兩間公司嘛 會不會有人去買 我不曉得 我只是說它有價值 為什麼 因為它做的是在我們物聯網裡面 低功率的一個晶片 也是目前物聯網裡面的一個主流 所以你現在看到大家在說 物聯網 物聯網 旺物聯網 當你看到全世界跟你講說 物聯網是台灣的機會 那你這個機會你要去想說 你要買的是什麼 就是買這IC設計的嘛 那你要去想說 IC設計裡面 哪一家公司它有通路 哪一家公司的業績已經上來了 創新高 你直接來看下來 都沒有這麼高的啦 那你要去想說 它在102年的5600萬的時候 它的股價在哪裡 它的股價是在63塊 它的股價是在63塊 那現在來講它的營收創率是新高 它的股價在哪裡 公眾民你去看 為什麼跟你講說 它的股價是在這裡 在26塊 而且融資源你看 也是一樣在歷史低檔區 所以這樣一比較你就這樣說 哇 我們要去買IC設計 因為台幣大幅度貶值 對不對 那你IC設計 你如果買你就要買股王嘛 這個大家都知道的 你要就買股王嘛 說老師我要資金比較少資金比較少 你就對我來買這個嘛 我們把它的訊息給你看啊 他說什麼 業績成長股當道嘛 什麼這業績成長股 觀眾朋友你去看一下 來 這裡啊 他跟你講說什麼 像光環亞信台光電 為什麼要寫這個 因為他創歷史新高嘛 所以從這個你就分析說 喔 我們要買股票 一定要有一定的 一定的邏輯 然後這一些股票能賺盡量賺 因為他在102年5千利 0.568啦 0.568億啦 他的股價來到63塊嘛 那現在來講 他的營收創歷史新高 股價在26塊 那你去想你就知道說 哇 這裡有超所值啦 觀眾朋友我說這樣你聽到嗎 所以說你碰到這樣的公司 當你不曉得買什麼股票的時候 你就去想說 喔 電子公司來民郎想要買就是IC設計 為什麼 因為IC設計100%都是外銷 都是用美金計價的 所以台幣貶值對他很有幫助 然後呢 IC設計的毛利率很高 然後營收有創新高的 然後在美國又有詬病別人家公司的 最重要來講 他的晶片是我們IoT 也就是說物聯網裡面 最重要低功率的一個晶片 這都是主流中的主流啊 所以觀眾朋友我們講這一些 直接給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在股票市場你抓到行政 你到底要一兩貪 因為什麼 因為在殺的時候也是 我們讓台下紀元啊 所以找到機會 有報復性緩談的時候 你不要賺一點點就跑啊 你賺一點點就跑 你補不了你之前賠掉的 觀眾朋友我說這樣 我相信你應該會聽到 所以不要避色任何立場 這個拔就是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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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拔就是要漲 你要能賺盡量賺 如果你現在還沒有信心 沒有關係 跟著我 我把板借給你 我們來佈局 還有很多好股票 我們等一下回來講 我們來佈局這些公司 我們把它分析給大家聽 你如果覺得我們分析和符合到處 朋友你的生活 要跟我們一起操作的 沒有關係 手繩出來 讓我帶著你能賺盡量賺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在這邊我們先進去這種廣告 機上盒讓電視有無限可能 現在申請 還有數位機上盒免費優惠喔 數位超Easy 生活更Happy 超越大難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部 豐有一流的分析師陣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部 帶您面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部 亞洲頭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電話 02578-3777 2578-3777 亞洲頭部 27年來 一直秉持專業用心負責的態度 為您創造財富 市場的常盛軍 股票 期貨的贏家組合 亞洲頭部 亞洲頭部 珍惜所託 真情照顧 咨詢電話 022 2578-3777 2578-3777 天津 825秒 1020 191921 1031 2012 2014 2014 201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者 杨茜茜 帥哥 啊 我讓我如果人家作 ir 就會快點 olare 老師你到底有什麼消息啦 太知道那句話說 會不會把它寫出來 是所有我的 有拿到我的傳證表 看看有沒有改過任何一個字 這個我親身自己嚇的喔 我自己寫的喔 沒有假手任何一個人 一個字一個字都是我自己寫的 其實這檔個股我們之前也操作過啦 法人很喜歡這檔股票 最重要的是什麼 它有新產能的一個加入啦 觀眾朋友你看他這個呢 整理這樣一個WD一公 老師說你一公就漲停了 這個是送的啦 這個是送給大家送給我們這些傳證到的 會不會這些人去談的啦 對不對 另外來講想要說標普一檔一檔來 那昨天來講 iPhone 6s跟iPhone 6s Plus 已經正式公開了啦 給大家去看 很多人會覺得說 它沒有什麼新奇 沒有什麼了不起 會跟你講這個代表 它對整個iPhone這個研究 整個蘋果這個研究 它研究得不夠透徹 我們知道來講啊 我們所謂的果粉啊 就是蘋果家的粉絲啊 他們對蘋果來講 是不理不去的 不大會換 那iPhone 6跟iPhone 6 Plus 它潛在的一個客戶啊 就是說 一般來講我們用手機 大概兩年就會換嘛 它潛在的客戶啊 大概是1.9億啊 你知道iPhone 6s跟iPhone 6s Plus 兩年前啊 就是說 我們用兩年前 這些客戶群 我們要累積起來啊 你知道這些客戶啊 是2.15億啊 最後就比iPhone 6跟iPhone 6 Plus 還要多啊 然後會不會每一個人來換機 這個我們不曉得 但是你研究這樣 你就知道 它潛在的力量很大喔 而且我們跟大家講 iPhone 6s來講 它的三大亮點嘛 第一個 就是它的相機畫素 提高到1200萬畫素嘛 第二個來講 就是增加什麼 玫瑰金嘛 就說這大陸 這土豪 要拿金子嘛 拿金色的嘛 玫瑰金嘛 第三個來講 就是我們所謂的 Force Touch 壓力感測壓力觸控嘛 那從以前 如果說iPhone 6跟iPhone 6 Plus 跟最現在iPhone 6s跟6s Plus來講 唯一有增加的 就是Force Touch嘛 其實它現在來講啦 我們講說它第四季 它的貢獻的業績 有些人估六千萬支 有些估七千 有些估八千嘛 估六千就是跟iPhone 6s 可能怎麼樣 可能少10%啦 如果七千來講大概是相等 如果是八千來講大概是成長10%啦 我們拿最低的標準來看就好 分類領變六千萬支 觀眾朋友 增加最多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跟你講的3D壓力觸控嘛 很多人都覺得說它沒有什麼啦 你還沒用過你只知道它沒有什麼 我們從它潛在的這個客戶群 我們把它分析出來的喔 第二個來講啦 這個3D壓力觸控啊 既然是新的東西 就很多人會去用 而且啊 它有這個壓力觸控之外 它的觸控變得很靈敏 變得很好用 不是只有壓力觸控 不是只有壓力觸控 不是只有這麼簡單啦 所以你要去知道說 這個壓力觸控 在這邊啦 你看看喔 這裡 你壓力下去 有沒有 它整個都可以感受得到 然後呢 它需要的用哪一些產品 它的製程是怎麼樣做 它的技術結構 我們都給它研究在這裡 當然這個我們不是專家 我們沒有辦法跟你解釋到很清楚 但是大概你就知道說 哇 那麼這些東西出來 9月12號蘋果就開始接受預約了 你會看到預約的數字會很亮麗 為什麼數字會很亮麗 因為它這一次玫瑰金是針對我們 中國那邊去開發的 第二個來講啊 它把中國列為它的第一次啊 首發的名單 就是說第一次要遇過中國大陸就有啊 那當你看到數字很亮麗的時候 你會去想說 哇 什麼樣的公司會成長最多 我們也把你找出來了 就是說 Fost Touch裡面 在台灣的這些上市櫃公司裡面 他的受灰族群有哪一些 我們都把它寫出來的 當然你可以看到很多研究報告啦 有軟板嘛 那軟板來講不是真頂就是台郡嘛 連接器2392的正威嘛 然後說貼合的TPK跟ZIS嘛 這個我們都可能寫出來 包括背光模組可能取得訂單的6176 也許在蘋果公布出來的時候 因為股價跌了1.9% 所以說大家覺得說 啊 這一些沒有什麼嘛 但是等到有一天你看到什麼 你會看到它真的成長的時候 你也感覺說 哇 那禮拜四的跌是為了讓你上市 為了讓你佈局 你懂得去把握這個機會 那同時我也要跟你講 在壓力觸控裡面 其中有一個叫震盪期的 全世界只有三家供應商 只有三家供應商 只有三家供應商 我們台灣就是這家 神秘標股 而且講這一家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怎麼樣 它8月份的業績不太好 所以它會稍稍拉回 正是你上車的天載良機 觀眾朋友 你要懂得去把握這個機會 這一個震盪期 全世界只有三家 一家在美國 這家沒辦法去買 兩家在台灣 台灣有一家來講 是沒有上市櫃的 股份差不多三億左右 然後另外就是這一家 那台灣那一家小公司 它所能拿到的業績不太多 還是怎麼樣 因為股本太小 產能不夠 所以這間公司 你覺得它未來的產能 會有多大 它未來的業績成長幅度 可以有多大 你要去想 我們可以在這邊 跟大家講得這麼清楚 我們就知道什麼樣 這個只有什麼樣 這個只有FMS 增加的一個部分 那你說I Watch 現在本來就是壓力出空 本來就是它做的 本來就是它在做的 本來就是它在做的 觀眾朋友 所以你要懂得去研究 那這一檔公司 其實啊 我們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之前跟大家講過了 這一次呢 老實是堆一機 很想知道對不對 線型在這裡 技術線型底部啊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我公地啊 這一種公司 你一定要趁它什麼 有利空的時候啊 匆匆的慢慢布局 因為現在已經是 已經是九月了嘛 我跟你講說 它九月的業績 會大幅度成長嘛 為什麼九月業績 會大幅度成長 因為九月份來講 iPhone 6s iPhone 6s Plus 就要大量出貨了 而且它成長的幅度啊 絕對會讓你驚豔 因為如果成長 老實說成長三聲四聲 就已經很好了喔 你像大力光也好 你說像紅海也好 你說像可塵也好 這種本來有在做 如果成長三聲四聲 那個就不得了了不得了啊 但是我要跟你講的 我要跟你講的 這一個神秘標股 它絕對不是只有三層 不是只有四層 如果我跟你講三層四層的時候 我寧願你就去買大力光 就去買紅海就好了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它好進好出嘛 我會跟你講說 這一個神秘標股來講 就是第一個 這一個產品 全是只有三家 毛綠率很高的很高的 比它現在的產品啦 我們不要跟其他比較 大概是它現在產品 毛綠率的三倍以上 欸 業績大幅度成長 不要說成長之外 成長兩倍啦 然後毛綠率又成長三倍 欸 獲利可以成長它現在的六倍以上啦 觀眾朋友 這款公司你想點營的火 真的很不得蒙那我們去奇董 金希望可以去找這種公司 那既然點營的火不得蒙 我現在還要給你講出來 就是說 你如果真的要去賺那個 觀眾朋友 要去賺那個 兩層三層的 你要買大力光買 scaffold 就好了嘛 但是像這樣的公司 有可能兩倍三倍喔 要不要賺 技術現行在這裡 來 照一下這邊 業績大幅度成長 蘋果Force Touch的 最重要的關鍵名組件之一 台灣的供應商 硯積剛才要大爆發 然後八月份業績不好打下來 其實我的價錢有寫在這裡 這個價位快到了 會不會修正我不曉得 但是我就跟你講說 這一兩天正是你出手 就是說你要買這種關鍵 最好最後最佳的買點出現了 你如果說想要去佈局這一種公司 我就說過了 你如果說去買賺三十四十 去買瑞宜去買課程就好了 你如果野心大一點 我一次要把我顧過去輸去那邊拚回來 這一檔個股 好好把握他的上車機會 你如果沒有辦法掌握 跟我們一起來上車 因為為什麼 業績他將來要怎麼走 完全在我們掌握之中 有把握才敢這樣講 有把握帶你賺錢 你才會大賺 找有把握的人帶你賺 有把握的股票 時間的關係 明天同一時間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 我們再會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 现在申请 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 数位超一名 生活更happy 超越大盘 领先市场 挑战自我 掌握行情 市场的长盛军 亚洲投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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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顾 资讯电话 零二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 三七七七 亚洲投顾 二十七年来 一直秉持专业 用心负责的态度 为您创造财富 市场的长盛军 股票 期货的赢家组合 亚洲投顾 亚洲投顾 珍惜所托 珍惜所托 真情照顾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2578-3777 亚洲投顾 您财富的管理专家 咨询电话 02-2578-3777 看似平静的海面 却隐藏着致命危机 那就是离岸流 离岸流是因地形 潮水与破碎浪行程 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 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 此时 窃物对抗水流游回岸边 以免耗尽体力 大潮或退潮时 海面上破碎浪多 离岸流正强 窃物下水 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 一 保持冷静 二 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 三 不要抵抗水流 用神话